中文字幕提供 我印象特別深刻 有一次探訪兩母子 他們住的房間 我很記得進去的時候 我看到他的兒子在溫書 一直在他溫書的後面 是在滴一些有異味 應該是大小便的河南污水渠 滴下來的水在客廳裡 很匪夷所思 我自己也是很基層的家庭兩大 我應該很明白 沒甚麼錢的感覺是怎樣 雖然你不認識他 但你跟他有關係 大家都是香港人 最大的艱難是 沒有人相信這件事是可行的 沒有人相信 其實有很多業主願意收便宜 不跟市價收租 其實我聽到這個意念 覺得好是好 不過有一點天真有所 但我去到創辦妖宇宇光之前 我自己也在面對一個 中文化的危機 當時我也很滿 我也很喜歡自己的工作 但除了幫我工作上的老闆 賺多點錢 或者幫自己賺多點錢 賺錢只是其中之一 而不是唯一的意義 但我現在看到很多香港人 就是隨著自己的房屋需要利盈 來框著、掣肘著自己的發展 我覺得這是很不理想的 其實每個人應該按照自己 他應該怎樣發展就怎樣發展 然後他的經濟或者房屋 是配合他的發展需要才對 因為他很喜歡 他不可以這樣發展 他會想像自己的想法 但其實真的不太多人願意做第一個 他有很大的信心給我們 他看看自己的錢包 拿了幾百萬出來買了層樓 看看這個模特兒是否合作 高厚城的好处 特别为单独母的家庭 母亲不可以生病 生病时谁看起孩子 但高厚城如果有一个妈妈生病 另外没有生病的妈妈 可以帮着眼睛看起孩子 这个就是传辞到单独母的家庭 它的主要问题就是只有一个父亲 适应收入不是很稳定的 一定是有工作才会有钱 菲菲姨也很好 帮我照顾女儿 我就可以上班 菲菲因为有女儿 大姐姐也可以跟我的女儿玩 对啊 你一教就懂了 胡先生 你好 你好 请进来 坦白说 当我们跟街坊见面那一刻 是她们人生的最低点 这些手机的共鸣商 其实她也想放弃很多次 其实我不好意思跟她说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看到街坊的这一份自信 和这一份的成长 我想就成为我其中一个推动力 其实她们平均两年就可以搬走 找到一个新的生活 推动了自己的生活向前发展 但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过了一个阶段 应该要摆脱一个阶段 然后再去推高一点 集中去思考房屋 怎么可以推动到街坊的人财发展 其实深圳江屋现时的街坊 很大部分都已經是互相認識對方 這裡又舉辦了一些活動 一些創業的課程 亦都跟太太一起去參與 我住的單位旁邊就有一個手工房 當中有一部分也是做木工的 有一個木工房在裡面 有一個計劃就是共享遠山像 其次就是做一些木工藝品 長遠其實很希望 會不會有機會成為了我的職業呢 我也在這裡努力著 但大部分機場市民 都有一個強烈傾向 想自己幫助自己 只要你能夠給予平台 能夠給予一些可能性 能夠給予一些概念 如果有時間足夠 就會開始出現改變